小学读书时,我们肯定曾念过这么一句 马来西亚位处东南亚,热带气候天然资源丰富 拥有多元种族,大家却能和睦共处,国家繁荣稳定 那时的我,是那么庆幸自己能活在这么美丽的国家里 我是那么的骄傲,也十分憧憬着2020红院 马来西亚迈入仙境国的美貌 想为自己的国家尽点名利的我 为了驻大马达成该红院也十分努力耕耘 但随着自己长大,所接收到的讯息也跟着增加 才发现事与愿违 哈喽,大家好,我是榴莲哥阿姨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最近看了很多新闻,我们的心情一波微频,一波优气 由一名中国籍女游客于本周四6月29号 抵达吉隆坡国际街场第一中站之后被移民局扣留 一名部长得知此事后,在没有申请通行证的情况下 进入抵达吉隆坡 2600万搜索的记录 好,各位看过了这个影片的之后呢 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如果你是游客的话 你来到这边马来西亚 这海关呢,你被扣留进了小黑屋 你要做什么反应呢? 这个就是很多游客心里的挣扎 在我还没有去中国,我还没有去美国,我还没有去一些国家的时候 我一定会上网财产 到底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他会欢迎我们这些国家的人过去吗? 我才要开始我的买机票程序 我最近呢,上网找了一些马来西亚小黑房的故事 在小黑房的故事的搜索 就是说很多人上去看这个新闻呢 已经超过2000多万 2600万搜索的记录 2000多万人搜索马来西亚小黑屋 试试想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将要来马来西亚的游客 他看到这个,他心里会不会想象 我还是不来 还是要来 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来吗? 各位朋友,现在是十万火急了 快一点出来灭火 包括所有的相关官员 告诉游客们 我们这边没有所谓的这样黑箱作业 或是有江湖规矩 然后,所有游客来到这边 我们把官方的视频放上去 就是欢迎他们来这边 没有所谓小黑屋这回事 好不好? 这个小黑屋也是 帮他当作这个2000多万的小黑屋 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一个宣传的话题 这样错就错 可以吗?可以咩? 好,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类似这样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多一点按赞,按订阅 然后分享给所有的朋友 谢谢你们大家 我们下回见 谢谢 谢谢 特别鸣谢 拜哥 八度空间 Google Earth Studio 提供的视频 没有整理订 收15个人 20 wow 也不utes 再来 60